今天來開一個不一樣的APP 我們來開顧客端的UberEat 因為最近發現一個東西蠻酷的 它可以讓你點餐非常的省錢 那首先呢我們要找到一個就是 它有配合買一送一的餐廳 我們從這邊搜尋來看看 先點這個有優惠的 然後我覺得它是一個有點像BUG 可是用了蠻多次的系統也沒有修復 我們找一個有買一送一的 就是像這個漢堡王這邊 還有買一送一 然後我們現在都是 優惠碼都是要消費滿399才能用 我這三張都是399 然後到五月底就沒了 所以現在想盡辦法趕快把它用掉 它要買399 但是我發現這個買一送一的這個 起司牛寶套餐 如果你是買一送一的話 你丟一個進去它購物車會有兩個 那它並不是以199去計價 它會用原價去計價 它會用199升原價 也就是398去計價 所以這個時候我再買一個小東西 我就可以達到它399打75折的這個門檻 選個綠茶 加入購物車 我們現在是實際花費是199 但是它系統會當作我們是花398 所以我要再湊一塊錢去達到399 那我就買一個塑膠袋 其實我平常是不買塑膠袋的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為了 為了要為了賺這個小錢 我們就買一個塑膠袋 那也是重複利用塑膠袋 然後你看下面喔 這下面它其實也的確說了要在197 才可以想75折的折扣 那我們現在來看購物車 那總價也只有202喔 照理來講你看202喔 並沒有達到它那個優惠券使用的門檻 它說要399 那我們結帳看看等一下會發生神奇的事情 很神奇喔 很神奇喔 你看它這邊優惠竟然幫我打折了 打75折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買到399 可是你看它的BUG就在這 我的消費金額是202 明明沒有399喔 它還是幫我打75折 結果你這樣看 我買了兩個套餐 我竟然只要花145塊 就是這麼便宜 好那就是這個啦 好我刷了一倍這樣145塊 好那我們先結帳 那等一下餐點來了 再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好歹這樣 好歹這樣 我有傳給你啊 你繼續看我LINE 你繼續看我LINE 喔 我穿了這樣 我買了一家 是天大的 那是天大的 還是天的 是天的 是天大的 你穿著牙子 你穿著牙子